有意识的来伤害你 那这时候呢 无量的因缘逼于脑身 你要忍 第二类请看 或讽有人来故意乞讨你 要你的手跟足 要你的头跟肢结 而割结之 对于这样的恶事 比如说盗贼 强匪 或是坏人 或是绑架的 你遇到这种坏事 你心中不要慌乱 而如如不动 这个叫身住持人 当然你要有智慧去报警 可是呢 你不要对他有称心 第三是指无心物 看到我画一条线 又暴风雨 或是天气很热 很寒冷 很热 或是突然下大雨 或是降冰泡 打到你身体身上很不舒服 这叫诸无心物 来逼脑时 骗生且苦切 你心能够安忍 这个也叫做忍入波罗蜜 比方说最近各位都下大雨 还能够忍入而来学习佛法 这是很好的 这个就是你忍入 可以修的成功 你心中会有深欢喜心 对不对 没办法 这时候是新加坡语记 我每天也是拜佛菩萨 波菩萨你要下就赶快下吧 早上跟中午赶快下 晚上人家要来听听的 对啊 我真的是这样祈祷的 到傍晚的时候雨下完了 他就不下了 为什么呢 还有各位注意 回去的时候 虽然下完雨 地板很湿 走路的要小心 不要滑倒 所以你也要能够忍 求无上的佛法 这一点点天气都不能忍的话 那可以何况说 佛道无上誓愿成呢 第四种是讲你身体的四大不调 产生生病也要忍 他说又内生所起 这个住在三界里面 种种的流动的因缘 像说地水火风 风是你的风大 产生了黄痰或阴热 或身体所起的四百四十种病 极为生苦 于逼脑时能忍不忌 这叫身住持忍 这边我要多说几句 各位现在很精进 可是若是你真正勇猛精进的时候 修到禅定波罗蜜的时候 第五度波罗蜜 在禅定当中 你用功修行的时候 第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生病叫做残病 就你平常不用功还好 你用功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生病 这个也要忍 这时候要关空 而且要忏悔 要发愿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注意听 很多佛教徒来学习佛法 他并不知道道理 所以碰到逆境的时候 通常会退道心 举一个例子 你以为你今天来拜佛 你点灯 做功德 一切都会顺利吗 答案这样的想法是不太正确的 不合乎圆启法 什么叫不合乎圆启法 注意听我讲个例子 或许我在其他讲座有讲过 听过的人复习 好好去思维这个道理 比如说我现在呢 随便举例 在海英古寺旁边的一块土地 我想种玫瑰花 我突然就找一个新加坡的莲友 带我去shopping mall 买玫瑰花的种子 然后呢 现在下大雨 我又给它阳光 水分 对不对 种种的土壤 好 请问一长都长玫瑰花吗 各位 会不会长杂草啊 对 一定是杂草重生的 玫瑰花刚开始是长不太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杂草太多了 所以只好杂草太多 怎么办 我又要叫莲友呢 去那shopping mall去买剪刀 把那些草啊 剪一下 剪两下 剪三下 过一阵子下雨的时候呢 然后呢 草又长起来了 要继续再剪 剪 剪了到最后呢 要把莲根给拔掉 这时候我要再去买肥料 再来呢 重新再来施肥 这时候玫瑰花 才会 长得吸收养分 而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就把玫瑰花送给他 有些人呢 会买花去哪里 去医院去探病 看人家病人 有些人会拿玫瑰花 来佛堂供佛跟发愿 我讲这个例子 注意听 我们的心 就像那块土地 你不用功则已 当你真正无量节 听到佛法 你有善根 你真正用功的时候 好的也会长 坏的也会长 杂草 比是你的恶业 跟恶念 玫瑰花是你的善念 知道吗 很多佛教徒觉得 我来求佛菩萨 一切都会平安 答案是不对的 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 不平安 而是你无量节的业力 那个杂草 没有通通拔光 所以你刚开始 用功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考验 挑战 越精进的时候呢 是人家骂你是骂的越多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是骂人家 骂的更毒 现在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不要起身心 休忍入波罗蜜 人家骂你的时候 假如你还动二年 再骂他 听好 就渊渊相报 何时了 注意听 就是这样修的 人家骂你一次 你能够忍 对不对 你要念佛 或念法 念生 你心安住不动 这叫做忍入波罗蜜 人家骂你 可是你不起称心 回报别人 你的业力 就忏除了 所以佛教徒要听闻佛法 当然佛菩萨也会互念你 而且你越用功啊 会障碍越多 对不对 当然佛菩萨也会互念你 你必须像那杂草一样 一次 两次 三次 全部拔光了呢 你到时候呢 玫瑰花才会长得出来 所以会先苦 后干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举一个我的例子 给你听好了 很惭愧 我是有菩提心的凡夫 但是我也不介意 挤我很多丑陋的例子 鼓励你 我没有出家之前啊 我梦过 我拜观音 地藏让我出家 我出家的时候 我梦过地藏菩萨 让我看到过去很多事 其实我这个人也很难度的 在刚学佛的时候 我跟很多人辩论 很多人都辩识我的 因为呢 他对佛法讲得很浅啊 了解不深入 可是当我诵地藏经的时候 有一天念 若遇杀身者 则说 素秧短命报 就是有一个人呢 他在说 意思是说 若你遇到杀身的人 跟他讲 杀身会得到病痛很多 那我就想 我这辈子没有杀什么身啊 可是老实说 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身体不太好 我虽然瘦瘦的 身体也是比较差 后来我想一想 哎呀 想一想佛经 我就每天在读地藏经 我一天念一部 我当兵的时候 人家跑步的时候 打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心中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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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站岗的时候 站在那边都很热 我不会热 为什么我在念佛 对啊 我说我的班长 会考我 我的号码叫116 他说 116 你在干什么 我说没事 班长 没事 这样子 然后人家跑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就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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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开心 你怎么我当兵的时候 我一天还念一部 地藏经跟金刚经 你相信吗 所以各位 我们要相互勉励 后面还要讲 精进菠萝蜜 为什么呢 晚上的时候 他们呢 就是去看电视 打牌 我不是 我躲到角落去 在角落间 我继续念我的 地藏经跟金刚经 我真的一天念一部 我们在台湾当兵 是要一年八个月 一年十个月 对不起 加上受训 几乎是要两年 我知道新加坡 也要受当兵 可是呢 我那时候就在想 我读了地藏经 若遇杀身者 则说 素羊短命报 我就想 我没有杀身 不过想一想 不对 我小时候也常常 看到妈咪 呃 呃 结果有一天 我送完金的时候 我就睡觉了 结果我就梦到了 地藏王菩萨 大概是跟你们 大殿后面这尊 地藏菩萨一样 对不对 他全身是金色的 他没有带宝冠 他也没有拿 席帐跟摩尼珠 就像一个老和尚一样 坐在一个山洞里禅修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看到他 我梦中我就很欢喜 我就顶礼 我就突然的问了老和尚 老和尚啊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太好啊 他笑一笑 他这样子 结了这个手印 这样的手印 我后来去查 叫中品说法 他一弹纸啊 就看到我的过去事 像录影带一样 我看到我好多事 哎呀 我都在杀身啊 一事呢 大概是春秋战国时代吧 我们轮回都生命很长嘛 对不对 我是一个王公贵子 我梦中我都是男众 很庄严 长得比现在还壮 很庄严又很帅 然后我叫我的仆人 出去做什么 打猎 一声 然后呢 礼乐射玉叔叔 射就是射箭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这样打猎 一声 然后我的旁边仆人说 军人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 然后很得意 可是呢 那个路啊就到处跑 然后还有一事呢 就好像电视荧幕一样 我看到 另外一事 我大概是 不晓得吧 宋元明吧 武林高手 我学箭的 我在呢 飞檐走壁 我穿是水蓝色的衣服 然后在那 像武林高手 你们看到的雨天屠龙记一样 在那边这样子 然后呢 可是啊 很奇怪的 练剑的时候 要有剑靶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愚痴 我兔宝宝啊 砍他的脖子 然后呢 真的呢 兔子都流血了 然后呢 哎呀 我看到我很多事造业 这时候我眼泪呢 就流下来了 我对老和尚忏悔 那时候我心中生气 我要吃素 我要放生 我要弘扬佛法 礼仲生 然后我就梦醒了 这是真的 我做了一个都市 我现在跟你讲 我出家21年了 我大概是23年前 做这个梦 我现在还是很清楚的 我现在跟你讲 我都很清楚 我永远不会忘记 地藏菩萨来度我 所以我就发心出家 所以因为我这样的杀身 我告诉你 我出了家了以后 我的肩膀啊 血路不太通 我也吃了很多药 去针灸 我还拜佛 我足足念了一年的 地藏经跟无量寿经啊 我最后呢 这个肩膀啊 才好的 这是真的 我要告诉你 告诉你的意思是说 众生往往很难相信 因缘果报 我们常常碰到 逆境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是 我对别人错 可是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梦中啊 杀过很多很多的生 所以后来我就发愿 我要吃素 放生 护生 甚至我要出家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所以我出家了 已经20年了 我到现在都还要很精进 所以鼓励各位 你不要认为 你所造的恶业啊 念了一次经或两次经 就能灿除的 要是非常非常非常精进的 这要忍入波罗蜜 再看38页第12行 第二 心住持忍 注意听 忍 不单单是我忍耐 忍 注意听 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 叫做忍 我再讲一遍 这个定义 你要注意听 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 这个叫做忍 请看 五十七颂 世间八法处 其心不动摇 譬如口吹山 因知彼得忍 世间八法就是人家骂你 嘲笑你 赞叹你 鼓励你 或是种种的 用八种法来诱惑你 我发觉 有些老菩萨 也会心常常动 为什么 他很精进 很庄严 但是你若不修忍入波罗蜜 你不修波罗蜜 有人就会赞叹 哎呀 拉菩萨 你非常精进啊 他心里想 没有啦 结果待会走到楼梯的时候 脚就扭到了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为什么 你的心动了 其实呢 你还是希望人家赞叹你的 你的心啊 没有如如不动 听好 禅宗讲 好的也忍 坏的也忍 好坏 最后你都要他观空性的 其心不动摇 心要像山一样 山里面如如不动 譬如口吹山 人家用嘴巴吐口水 吐你的 吐你 譬如说 用口吹你的山 你的心要像山一样 如如不动 这叫不动摇 五十八 身心离诸垢 爱是不能污 如你 你虚空啊 因之彼得忍 他说 当我们呢 能够忍的时候 你的心 不受外面的这个责骂 好坏 八法对不起 八法在第三十八页 第十九行 待会我们会讲 得失 好名 恶名 这个待会我们会讲 有八风 八风 就是八种风 会让你动 这个待会会说 请看五十八项 身心离诸垢 就你常常能够忍的话 你的心就会很定 而且非常的深 心就越来越清静 遇到了碍事 人家妨碍你 或侮辱你 或是呢 泼你的冷水 或扯你的后腿 也不能污染你的心 就像呢 泥巴 看这里 泥巴往虚空一丢 最后泥巴 它还是会掉下来的 意思是说虚空啊 不会因为你泥巴被污染 再讲一遍 泥巴往虚空一丢 最后泥巴还是掉下来 怎么 就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不接受的话 等于呢 恶言就回他自己去了嘛 所以你的心 要像虚空一样 是清静不染的 所以因知 应该是要求忍辱的 请看 五十九 余生无所爱 余命亦不贪 诸愿兮不能 动其亦相续致 就对于身体 你不执着有贪爱 对于你这个命 你也不留恋 所有的那个冤亲在主 障碍你的人事物 都不能动摇你的心 所以 皆不能动其相续致 他说 这是连着的 因为寄宋 都不能动摇你 相续就是你心中 相续不断的心念 跟志向 看六十 余非可爱生 安心犹如想 诸言亦如画 忍心便在手 对于 非可爱的声音 不好听的声音 你要 要想 它是像空中的声响一样 举个例子 人家骂你 你长得好丑 像猪八戒 那你就听到这个声音 你看猪八戒 然后你就磕着 心里说 我是猪八戒 你就会生气 对不对 现在你看 讲完猪八戒的时候 就没有声音了 你各位有空 新加坡没有山 假如你到国外去 看到山谷 你这样 哦哦哦哦 你喊一声 它也是会 哦哦哦 回你的 为什么 这叫空谷的回响声 意思说 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啊 你心里不在乎 因为声音嘛 你看一弹子 请敲一下 请好了 帮我敲一下 你现在敲 对 没关系 你现在就敲 咚 好 你看 它出生了 现在就消失了 对不对 声音就过了 那同样人家骂你的声音 也是这样嘛 不管它讲 叉叉叉 或是你这个人很笨 你是猪头 对不对 你什么 你不要放在心里 放在心里的话 你等于说 把那个声音当真的 就擦在你心里 其实倒霉的是你自己 但是你有知会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声音呢 就像空谷回响一样 那你的心就会安下来 对不对 人家骂你 就让他骂嘛 对不对 过了就过了嘛 所以 所有的语言 都像幻化一样 这时候 忍心变在手 所以忍入 就能够呢 你修得起来 这叫心注持忍 下面他请看解释 于中 请看三十八月 第十七行 心注持忍者 一 若有人骂你 嫌弃你 对你称心 苛责你 毁谤你 甚至故意呢 挫折你 侮辱你 欺负你 你不要执着 不爱语道 不要执着他的语言 来逼挠你 你的心要学着 齐心不动 也不要浑浊 这叫心注持忍 第二个 又有世间八法 会来影响你 这个八法 不但是忍入 波罗蜜要修 注意 在禅定 波罗蜜也要修 叫什么 得失 得利 或失利 得到利益 或失去利益 举一个最大的例子 股票 哇 股票上涨的时候 哇 你心非常靠近 股票掉下来的时候 哎呀 差一点心脏病就 就出现了 对不对 你的心啊 执着在外面 你的心为外面所动 好民或恶民 人家好 赞叹你 或人家讲你不好 或是毁谤你 或是呢 这个 侮辱你 苦乐中 这八种呢 你都如如不动 心无高下 不动如山 是名新住持人 这里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讲 给大家听 多说一些故事 可能你会比较体会 运用在生活里面 有一天 苏东坡 跟这个 这个 禅师 在坐禅 在坐禅 苏东坡有个妹妹 叫做这个 苏小妹 苏东坡呢 她很有才华 她前世是出家人 禅师 后来呢 她参禅没有开悟 但福报很大 来生做文人 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呢 这才高八斗 而且做官 做得最高的地方 她写了很多赤壁妇 或很多的诗句 然后有一天呢 她去寺庙里面 她就跟一个禅师 在坐禅 坐禅 突然 苏东坡就问说 师父 你看我像什么 她说 我看你像一尊佛 然后呢 那 那个禅师 就故意问苏东坡说 请问师主 你看我像什么 因为苏东坡很骄傲 很傲气 他读的经论 比出家人多还多 他说 师父 我看你像一堆牛粪 那个师父就笑一下 说好吧 那我们今天坐禅 就坐到这里了 然后呢 他就回去告诉他 很得意 他说 今天呢 我赢了 你知道吗 我跟师父坐禅 我们在对话 打禅机的时候 我故意呢 这个 讲了呢 师父 他苏小妹就 把这个对话 我就问他 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哥哥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师父问我说 他看我像一尊佛 我看他呢 像什么 他说 我故意嘲笑师父呢 他像 我看他像一尊牛粪 结果苏小妹呢 就说 哥哥啊 其实你输了 他说 人家是佛眼 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你是什么眼 看人家是一堆牛粪呢 啊 那时候苏东坡啊 就 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生气 他想 哎呀 原来我以为我赢了 结果我这个蝉食 蝉食比我更高明 结果他是气冲冲的呢 你知道吗 他不能修远入波罗蜜 气冲冲的 就骑着马 坐着车子 跑来讲跟寺庙理论 结果寺庙了 师父门关门了 写 纸禁 然后剁了 一副对联 他说呢 苏居士啊 对不对 你认为你修持 好了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 佛眼观众生 众生皆是佛啊 你是什么眼观众生 看我像一对牛粪呢 最后 瓜胡 一屁打过江 就是这样意思 就说 他 一句话 就让他不高兴 他从这个 河的对岸呢 就找过来出 出家人理论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说 事实上 苏东坡是输了 为什么呢 你的心啊 透过这外面的德跟师 好名 不好的名 人家赞叹你 人家赞叹你 毁谤你啊 有苦有乐啊 你的心都要保持 如如不动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对 好 于中心助持者 他说三 又顺 又断顺 眠称故 就是说我们要断 顺 顺 就是随顺我们 睡觉 或是称心的缘故 我们要把这个烦恼给断掉 然后对众生没有杀害心 没有结怨仇的心 没有斗争的心 没有诉讼的心 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心 也保护其他的众生 对于所有的众生 常常用慈悲喜舍 跟他相应 他说慈心相应 与悲共行 喜欢喜意 横坐舍心 所以与慈悲喜舍相应 这个叫做心助持人 这个就很不容易 在这里 我举一个释迦摩尼佛 过去式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在无量节 有一天在路远园当中 当时有一个叫范师国王 主持国阵 当时举国上下 大家都非常的快乐 这个范师国王 有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大臣呢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 叫做碧绿 就是碧绿 就是那个碧绿的碧 绿色的绿 他非常的聪明 从小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而且他非常的孝顺跟善心 他常常都帮助自己 也帮助众生 对父母都非常的恭敬 这个碧绿就是后来的释迦摩尼佛 有一天 这个婆罗门年龄就老了 结果呢 老了时候呢 不小心眼睛瞎了 失明了 失明了以后呢 他们就对他的国王说 请求说 国王啊 对不起 以前我做你的大臣 现在呢 我已经老了 我没有办法做你的大臣 我们想退休了 请国王慈悲允许 那国王就会说 哎呀 我很舍不得你们呢 你们现在要退休了 那请问谁来做呢 他说 那请国王慈悲 让我的儿子 叫做碧绿啊 来做你的大臣好吗 那我们两个呢 到森林里面去苦行好了 去修行了 去修行 这时候呢 当然国王非常高兴 他说你的儿子 是非常聪明的 可是呢 他也非常的精进 又聪明 他来当我的大臣 一定是非常好 他就答应了 可是这个碧绿啊 对父母非常非常的孝顺 他在孝顺的同时啊 就等于恭敬佛一样恭敬 虽然他的爸爸妈妈 住在森林里啊 可是他每天都要去看他 挑水 砍柴 煮饭给他吃 而且很特别的呢 他们住的地方 离河流比较远 所以他每一天都要去 挑水 回来 然后把爸爸妈妈都服侍好了 然后呢 他就在打坐 跟诵经 他是很有善根的孩子 有一天 早上起床以后 他突然呢 在爸爸妈妈脚下顶礼 告诉说 爸爸妈妈 很不幸的 我昨天做了一个噩梦 他说 我做了一个梦呢 有一个毒蛇啊 突然呢 咬到我的身体 用黑的绳子 捆绑我 所以把我带到南方 如此可怕的噩梦 可能让我产生怀疑 是不是我就要离开 爸爸妈妈了 我有一点点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 生命的障碍出现呢 他告诉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爸爸妈妈 也很有智慧 他说告诉他 你的心要修忍入波罗蜜 不要怕 不要怕 后来他听完以后呢 就面向太阳 他诵经 然后回向也发愿 最后呢 他就拿着水罐 到山上继续去挑水了 那挑水的时候 因为天比较黑 因为已经过了中午以后 快要傍晚 这时候没有想到 他的国王 叫做梵师国王 梵师呢 清静的梵 布施的施 梵师国王呢 就到到森林里来打猎 那他就听到呢 有脚步声 而且还有水瓶碰撞的声音 他就想 这一定是什么 幽民界众生来了 结果呢 他拿了剑 一射 哎呀 射到的碧绿的心脏里 然后他就想说 糟糕 我不知道射中什么 他跑去一看 哎呀 原来碧绿 我竟然射中了 我未来的大臣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时候啊 碧绿啊 就是释迦牟尼波前身 他的身体真的很痛 可是他还有孝心 他没有洗称心 这时候国王跟他道歉 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刚才不知道你 对不对 那这下呢 好 我这个不小心射箭 射到你啊 我跟你道歉 好 我真的呢 非常非常的道歉 可是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碧绿呢 在被射中的那一刹那之间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一次射杀了三个人啊 国王就问他 你为什么说 我一次射中了三个人呢 他说 因为我还有年老的爸爸妈妈 他们已经瞎了眼睛 假如我死的话 那我爸爸妈妈也因为会悲伤啊 而哭而死掉的 最后呢 国王就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赶快去劝你的爸爸妈妈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诅咒我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你希望我怎么样报答你 好 回馈你 我呢 我呢 真的很想把你的命给救回来 最后呢 碧绿就说 国王 你不用救我 我知道呢 我已经不行了 但是你帮我一个忙 我现在打的水啊 赶快帮我提到我爸爸妈妈的地方 他们还没吃饭 他们还等着我提水回去煮饭的 这个时候呢 国王就很难过的 赶快照顾 叫那个仆人跟佣人照顾他 他匆匆忙忙的就跑 国王自己提着水壶呢 跑到他爸爸妈妈面前 然后他爸爸妈妈以为儿子回来 Ki ki ko ko ki ko ko的 结果就说 儿子啊 你回来啊 你怎么这么久呢 我们等你呢 我们都肚子很饿 然后那个国王就敲敲门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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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对不起 不是你的儿子回来 是我国王来了 他吓了一跳 哎呀国王你来了 对不对 他就把这所有的事情告诉他 说我要跟你忏悔 我带来了你儿子要死之前 最后的一罐水给你 但是呢 很不幸的 我不小心今天射杀他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 我以为他是森林里的动物 我就把他射伤了 然后这时候呢 所有的他的父母呢 就非常的难过昏倒了 这时候国王就赶快拿了水啊 把他泼醒 然后他就说 国王我们还有一个最后愿望 你赶快带我去 因为他们两个老子 人家是瞎的 他说你赶快带我去 我想去看到我的儿子 在他最后一口断气之前 我应该握着手 叫他不要起称心 这样还好 那国王很感动啊 这个爸爸妈妈 真的是很有善根 他就满他的愿 到了这个面前的时候 父母就非常的难过 就握着他的儿子对他说 好儿子 愿你对父母孝顺的功德 以及你对天地佛菩萨供养的功德 以及你对土地龙神功德 希望能够灭除你这个 独剑所造的伤害 这时候啊 毕律啊 不但没有起称心 他还感觉呢 说对 这就是我的因缘 所以他发愿 我将来呢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心中啊 事实上已经被剑插进去了 可是他还发愿 我将来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当他一发愿的时候啊 他心中放了无量无边的光 这个光就震动了三河大地 这时候震动了第四天的天宫 这时候第四天讲 奇怪 我怎么天宫会摇动呢 这时候第四天一看 哎呀原来是贤结千佛的大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他心中啊 中了毒箭而生痛苦 可是他却修忍入波罗蜜 他没有起称心 而且呢 他还发愿要救一切众生 这时候啊 第四天呢 就被他感动了 然后呢 就坐着那个云端 拿天上的甘露呢 来帮壁律擦他的心脏 在擦心脏的那一擦那之间呢 就把箭拔出来 他命就恢复了 然后呢 因为恢复了以后呢 然后呢 毒也消失了 终于解脱了痛苦 所以最后呢 他不但长时间的父母 侍奉他的父母 一直到父母过世 尤其呢 壁律在他人呢 感受到这个难行能行 难忍的痛苦的时候 他真的没有生起 一点点的称心 而且还发广大的菩提心 要发愿救度众生 这个就是尊贵的 释迦摩尼佛过去的故事 我这次也很高兴 因为讲这些六度因缘 我也读了很多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尊贵的佛陀啊 在我们这个世间呢 是多生多劫啊 都修六度波罗蜜 十度波罗蜜 在法华经曾经说 三千大千世界 你们各位所采的 每一块土地啊 都是释迦摩尼佛 舍身救度众生啊 而积聚的功德 所以释迦摩尼佛 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 我觉得我们不管 修任何的法门啊 我们要常常感恩释迦摩尼佛 这个叫做新住持人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讲到这里 明天开始讲 三十八页第二十三行 丁三 法住持人 新住持人不但是说 不受外面的五欲六成干扰 而如如不动 法住持人更深 是说我们在忍当中 我刚才讲忍 忍 忍 你若不懂得消化的话 你会像火山爆发 Vacano的 而且那时候呢 你称心一起的时候 比你啊 没有忍之前 你会伤害更多的众生 所以接下来最后一步呢 就是在修忍的当中 还要观空性 所以在三十九页 物一观外境是空性的 请看三十九页第九行 对不起 这次打字错了太多 那个应该叫物二观内法 把那个一改成二 下次我们重新出版的时候 我会把所有错的呢 重新把它校对好 对不起 这是打字错误 物一观外境是空的 物二要观内法也是空的 你唯有了解空性 就像我这一次讲座 第一天讲要修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劝你要念般若心经 或金刚经 或般若经 因为你若不能忍的话 你一直压一直压 有一天呢 还是会火山爆发的 回答各位联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 有些法师常常提到 离一切相记一切法 可是法师 你又在讲到持咒的时候 比如大悲咒 或念观世音菩萨心咒的时候 你要观想 佛菩萨本尊 在头顶上放光加持 这样的观想方法 是暂时的吗 还是每一次 都要这样观想 这样的观想 会不会着相呢 这第一个问题 问得很好 注意听 佛法是有次第的 这位联友 你对次第可能不太清楚 注意听 佛法对众生 它有讲不同的次第 我简单讲 下 中 上 对下根的众生 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你每天杀到淫忘久 你将来会受苦的 你会造很多的恶业 所以不可以杀生 不可以偷盗 不可以邪淫 这是对下根中性说 接下来对中根根性的时候 就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要来发心做功德 你要修福 修慧 要布施 要六度波罗命 要实地 目的是要你去恶念 然后修善法 可是问题是 到了第二个阶段 会有一个问题 有人就会有分别 功德大 我就做 功德小 我就不做 这个时候 佛为了要破除你 第二个阶段 好坏 大小 执着跟不执着的功德 把它通通 打破 所以他告诉你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才讲第三层 各位华人都很喜欢金刚经 可是金刚经是很高的教法 它六度波罗命里面 是属于第六度 波罗命 它不是一开始就要修的 这一点要先让了解 所以 佛对一些初学的人 要告诉你要断恶 不可以造恶 你会躲地狱 第二个阶段 要告诉你要发心 修善 积功德 可是若你执着功德 分大小的功德的话 佛告诉你 第三个阶段 在波罗命经说 功德是了不可得的 这时候你自信 所有的功德才会出现 注意听 这很重要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你说离一切向 记一切法 听好 那是第三阶段 老师说 我不知道你的修持如何 你讲会这样讲 事实上你是做不到的 我告诉你 你看到花 你看到了空性吗 不 很多人还是看到花 注意听 大城 小城 小城 大城跟金刚剑 金刚城 三个城 对一朵花 解释是不一样的 举一个例子 南传佛教理告诉你 要持八观栽戒 不可以有香花卖 要远离花 你好的东西 通通要布施 不可以戴戒指 不可以戴手环 不可以戴好的手表 耳环全部要 不可以化妆 所以告诉你花要远离 为什么 花会让你谈成执着 第二个 大城就不同 大城要做功德 假如现在有个师傅 打电话跟你说 连友我们今天要供佛 要拜灿 要做法会 我们缺花 你赶快去帮我买花吧 你可能会开着车子 到新加坡 每一个花店 你都想去买花 你那时候一心一意是什么 想要拿花来供佛 对不对 依花而成就功德 第三呢 金刚称是什么 花不管它是好跟不好 有花就供 没有花什么 观想吧 灭了日八 他在山里面修行 他也没有这些金银珠宝 他呢 拿这个石头来观想 结曼达盘的时候 石头立刻就变金色的 黄金啊 可是呢 我们凡夫常常执着 像你供了很多金银珠宝 结果你观呢 什么都观不出来 所以讲观想 听好 一二三 是对至第二个阶段而说 因为你第一个阶段 你的心很散乱 叫你念佛念咒 身口意能够产生力量 所以他要观想 听好 观想也是佛教的 不要说了一句话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就不要观 这样解释不太圆满 这样子变成 拿着空性的剑 把所有教法都砍断了 假如佛观想不重要 我问你 佛为什么要造佛像 佛为什么要讲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甚至我举一部经叫做 观佛三昧海经 有十卷本 很少人讲 我在台北的时候 有介绍过一点点 他里面就讲 佛有三十二相 佛面犹如静满月 你要一个一个观 在净土里面 要观阿弥陀佛每一间白豪像 这个观是正知正见 知道吗 所以观想是很重要 观想是要收射你的散乱心 当你的心 为什么呢 听好 将你的心不射射在佛号 咒语 或是禅观 或般若的上 你的心一定是想乱七八糟的多 你一定想世间的五欲六成多 所以要你把你的心抓回来 念佛念咒 要观想 当你的心观想得定以后 你才能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时候你的自信 佛性就会现前了 所以这个脸有问的很好 但是答案是 你要了解 它有不同的次第 那大乘佛弟子 观想比较差 听经文法 做菩萨行 不失慈戒 忍入精进 不失慈戒 忍入精进 很好 可是一讲禅定呢 很多人就睡觉了 可是也有人 他很喜欢禅定 我可以告诉你 他过去生修的 甚至他过去生修的 本身就是天人 他来到人间 他一开始就很耗耀禅定 所以六度波罗蜜 都是要多生多解修 我刚才举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修 忍入先人是五百世 五百世 一直在转 都修一度 忍入波罗蜜 请问你这一生 忍入修几次啊 我们大家要相互勉励的 接下来下面一个问题 首五戒是朋友 首五戒 但是朋友的顾客的关系 若为他们倒酒或拿酒 自己本身没有喝 这样会破戒吗 假如在五戒的话 不杀到淫妄酒 你自己没有喝是可以的 但要提醒这位怜友 假如你受菩萨戒的话 就不可以 在方网经受菩萨戒 经文严格说 菩萨要利益切众生 不但让众生欢喜 连让众生造恶缘的机会都没有 假如你受了菩萨戒 注意听 受了菩萨戒 你拿酒给别人家喝 五百世你会断手的 会没有手 这是菩萨戒的经文里面讲 所以五戒还可以 五戒的目的是要调伏你的心 所以你商场上呢 你受了五戒 你要跟朋友应酬 对不对 那你帮他服务 这是很好 你自己不要喝 是比较好的 因为喝太多会酒后乱性 但是你若受菩萨戒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 你不要给他倒酒 你倒茶吧 倒果汁啊 对不对 酒让别人倒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身是菩萨戒 菩萨戒是不但不伤害众生 你让众生堕落的缘 也都不要提供它 举一个例子 假如受五戒的人自己不抽烟 菩萨戒是连买烟给人家 他都不买的 知道吗 为什么呢 买烟的钱拿来去做功德 不是更好吗 再看下面 师父你提到 昨天唯有佛陀才能 智戒 我没有说改戒律 智戒 连菩萨都不可以 请问师父 为什么汉传佛教 不持过五不时之戒呢 为什么汉传的师父 可以支持金钱 我没有不恭敬的意思 不是不太了解 很好 你是在问 南传里面的确是 不支持金银戒 听好 南传泰国斯里兰克的法师 出气是不值 持经验 他真的不拿钱 你供养他的话 他也是放在一块布上 然后把布拉过来 为你祝福 旁边的晋人呢 会帮他做 南传佛教真的这样 那南传的出家人 一个出家人 他都会有一位近人 在家居士服侍他 所以现在南传的法师 到了机场 近人刷卡 时代不一样了 知道吗 佛教你不支持金银戒 是说出了家 出家舍什么 注意听舍两个 一个是你的财物 第二个是亲人的情职 我们讲出家嘛 出家 在阿含经讲出家 出两个 第一个足金钱之家 比如世间人 你们要工作 就要存钱 有钱是很方便 但是钱太多 有烦恼 第二个 世间人会结婚 有亲人 有情职 你爱我 我爱你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所以出家 是要斩断 这两个烦恼 所以第一个 出家不可以拿钱 第二个 出家不可以有 性伴侣 所以出家人 一定要严守 不淫欲 要清净犯恨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南传说 不支持经营界 但是现在时代 真的不一样 你应该学的是说 出家人应该不要有 贪心 存太多的财产 这样子 举一个例子 南传佛教里面呢 戒律里面规定是 不要穿鞋 为什么 因为南传的人 他们修四念处在经行 走路的时候 都是脱鞋的 可是现代的文明认为 不穿鞋是很不礼貌的 到机场 你这打赤脚是很不好 所以现在南传的法师 也穿脱鞋了 你注意看 这是文化不同 所以不辞职阴影界 是不要有贪然金钱 所以南传的法师 说实话 真很有福报 为什么呢 买机票 他有近人帮他处理 近人就是逝者 对不对 他有单独僧团会支付 那至于过午不时 这一点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南传真正做出家人 是很尊贵的 他什么都不做 只做三庄室 第一 禅修 第二个 送巴黎文经典 第四呢 第三个 就是为寺庙做事 所以他不像北传的师傅 哎呀 好辛苦 要建庙 要做法会 要煮饭 要敲钟 要打鼓 要讲金 要做儿童班 佛学班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老实说 北传的师傅 是很辛苦的 知道吗 北传师傅呢 他有一个 他的寺庙 去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甚至说严格一点 我们北传佛教 也没有脱波啊 但是你不能说 我们就不如法 那是有些戒律 在很多时代里面 我们众生的福德因缘 比较不成熟 在泰国跟斯里兰卡 你脱波的话 人家很欢喜 你知道吗 在台湾 你脱波了 人家吐你口水 就是众生没有善根嘛 他会说 我自己呢 赚饭了 你干嘛要来跟我讨饭呢 所以中国人认为 乞丐是很低等的 知道吗 叫做乞丐 可是 所以中国佛教 从日 所以佛法 从印度 传到中国以后 中国的祖师 就开始没有脱波了 只好建立丛林 然后自己祖 对不对 所以这是文化的不同 所以过五不时呢 能持的 我觉得要很赞叹 可是呢 有些法师 他的身心体力 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你不要用 难传的佛教的标准 去苛责师父 因为大乘的师父呢 他有一颗菩提心 利益众生 当然他就要足够的体力 希望你能够了解 还有历史文化的演变 下面 师父 一个人往生之前 常常有念佛 烧出骨灰 骨灰出现到五到六的颜色 这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念佛的人 不管你念阿弥陀佛 要师父 释迦牟尼佛 你烧出来的骨灰啊 一定跟世俗人不同 我们在台湾 我另外一个寺庙 石头山 有一百一十年的骨叉 我们有骨灰塔 我们常常也会帮人家 诵经敬塔 我就有观察到 世俗人吃荤的人 烧出的骨灰 都是黑色的 灰色的 很肮脏 而且味道很臭 那有修行的人 烧出来的骨灰 都是白的 很漂亮的 不过听好 这只是修行的一些征兆 不要执着 不要认为烧出骨灰 有色粒子 他就一定去极乐世界 这不等号的 这只是说明 烧出来的色粒子 是他修行的真号 不能说有色粒子 他就一定去极乐世界 不等于 所以你说烧出来 有五到六的颜色 这只代表什么 他有修持而已 但是这个骨灰 是不是代表 他的正果跟品位呢 不一定 只能做参考 二 以前在印度 有一个皇帝叫 阿修卡 阿育王 他供养很多出家人 和建寺庙 为什么他往生的时候 变成蛇呢 我没有听过 他变蛇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的根据在哪里 阿修卡 它是很大很大的功德 我猜 假如你说的这个故事 是真的话 是因说 阿修卡收了很大的福报 但是他的称心没断 所以他才会变蛇 不过就我知道 阿修卡好像不是变蛇 希望这位灵友 你再告诉我 假如我讲的不正确 我也愿意学习 看看你可以告诉我 哪一本书这样说 我知道阿修卡 最后生到天上当天王了 因为他是大范天王 第三 出家人师父 可以做人家的干儿子吗 不可以 出家人师父 可以做人家的干儿子吗 对不起 我看一下 我没有念错 出家了就出家 我刚才说 斩断情职啊 斩断了这个财务的这个牵绊 曾经有一个老菩萨 看到我很欢喜 他说 哎呀师父 你真的很庄严啊 对不对 你修得这么好 我很欢喜 他也是我的学生 他说 要是你做我儿子多好 我说 你可能没这个福报吧 所以出家人 不要去乱收人家的干儿子 也不要拜 做人家的干儿子 出家了就出家的 要舍掉世间的情缘 下面 请问 已婚人士在主卧房 看DVD或念佛号 可以吗 现在的房子都是公寓的 在自己的主卧房里 看DVD 可以呀 哪里都有佛 但你要有恭敬心 有些脸有 听好 我说一下 刚才你讲 上中下 注意听 对初学的人 因为他没有恭敬心 所以告诉你 经书要放在恭敬的地方 不可以乱摆 不可以跨过经书 这是对于你 没有恭敬心的 要学恭敬心 举一个例子 在西藏有蒙古包 蒙古包在一起呢 厕所 佛堂 家人 浴室 通通都是在一个地方啊 他们一样西藏供佛像啊 佛菩萨不会说 你把我放在厕所旁边 不可以 佛不会 佛要你的是恭敬心 各位 哪里都有佛 讲得更极端一点 希望不介意 有些华人是很害羞的 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洗澡的时候 佛菩萨不知道吗 佛又神通啊 他就说 哎呀你看这小子 他又在刷臭皮囊了 佛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 你自己 假如是夫妻住在房间里的话 当然房间不要供佛像 假如你不得已 你很虔诚 一定要供佛像 听考 做一个布脸 还有些脸友呢 会说 哎呀我换衣服 不恭敬 不恭敬是你的执着 那你就把布脸拉起来 知道吗 所以你在主卧房里 看DVD 学习佛法 很好啊 为什么 在厕所里也可以念佛 但不要念出身 有些人有说 哎呀厕所不能念佛 万一你滑倒了怎么办 阿弥陀佛你当然要念佛啊 对不对 你起码你药师如来 或释迦牟尼佛 或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 关键是要对 你 对初学的人 要恭敬心 但听好 第二层 恭敬心 不可以成为 你的另一类执着 注意听 你说执着这个话 那你会变成 初轮回另外一种的烦恼 了解吗 所以不执着 要用在对的地方 所以你要有恭敬心 还是可以在主卧房 看DVD或念佛的 哪里都有佛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 第二个 做错事对不起别人 要用什么方法 向对方忏悔 真诚跟自然 speak out 跟他说I'm sorry I'm so sorry 就是我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但注意听 道歉要从心里说 而不是嘴巴讲 我现在发现 新加坡有个很多文明国家一样 就是很多的地方啊 就跟你讲 I'm sorry I cannot help you 我有时候会很不客气 我说 You apologize only from your mouth not from your heart 我翻成英文是说 有些人啊 跟你说 哎呀对不起啦 我们没办法服务的很好 其实你是应付别人 你道歉的话 是应该从心里道歉 而不是嘴皮在道歉 所以你若伤害别人 对不起别人 你要跟别人道歉 若不能道歉 我刚才说 用文字写下来 寄信给他 他这样的话 他会真诚知道你的道歉 那注意听 若是我们是佛教徒 别人跟我们道歉的时候 我们要接受 尤其你是受了菩萨戒 有些人有很奇怪 他跟很多人都很有缘 就跟某一个人 年轻在主 他跟他道歉 我就是不原谅你 我就是不原谅你 这样不可以 你有一个菩提心 人家已经做错了 跟你道歉了三次 你应该原谅人家 知道吗 菩萨真的要有悲心 要想到别人 假如对方是出家众 僧众怎么办 那你就写信吧 或是真诚去师父面前忏悔 问题很多 请问一下 师父请问说 显教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集结 密教就前调其身成佛 这两方面在成佛概念有什么不同 听好 显教经过三大阿僧集结是方便说 假如你听过我法华经讲 方便说跟真实说 其实成佛的时候 他真的要经过无量阿僧集结 老实告诉你 三大阿僧集结还是方便说 但是注意听 虽然方便说还是有他的用意 注意听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讲 谁为他授记呢 燃灯佛 他从出发心开始学佛 一直学 学到他的功德 一直积聚到第一个阿僧集结的时候 燃灯佛为他授记 告诉他成佛的名号 将来成佛的国土 为度多少诵生 正法 相法 末法 所以佛为他授记 是在第一个阿僧集结 这是大政经论讲的 过了第二个阿僧集结 佛又为他另外一尊佛授记 到了第三个阿僧集结 谁为他授记呢 释迦牟尼佛的前一尊佛 加社佛为他授记 所以讲三大阿僧集结 或无量阿僧集结 其实都是方便说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正悟成佛的时候 他进入空性的时候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距离 跟限制 时间工程是虚妄的 金刚称式上在结果上说 当你成佛的时候 所见一切众生都是佛 我再讲一遍 当你成佛的时候 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 所以金刚称讲 极生成佛 是讲结果说 而显教讲三大阿僧集结 或无量阿僧集结 是就过程上而说 两个并不冲突 师父请问 灌了顶就是金刚弟子吗 未必 要守三昧爷戒吗 要 犯了就跺金刚地狱吗 有没有灿除的方法 你这个脸有对金刚称不太了解 金刚称要有灌顶口传跟解说 所以当你要去选择灌顶的时候 先第一个要注意 这个上识是真的 听好 密称是很殊胜 但也很复杂 你不一定要修密称 如果是你要修密称的话 你要谨慎 现在新加坡跟台湾也一样 到处都有灌顶 老师呢 有从两个角度去解释 有人会觉得这是非常好 佛法弘扬了 可是真正了解行情跟内幕的人会说 这很紧张 为什么呢 金刚称跟大称不太一样 他要灌顶口传跟解说 所以灌完以后都有三昧爷 三昧爷叫誓言 比如说你今天去参加一个六字大明咒的法会 灌顶以后 上师就会要求你全部回去 要念六字大明咒 有些上师很慈悲 要你念一百零八遍 有人要念一千遍 假如你在佛前发了愿 你要不做的话 这叫做破三昧爷界 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他就知道众生很混啊 很懈怠 所以他以这个因缘要求你去做功课 就是希望你精进 但是我觉得当前呢 假如你对金刚称有兴趣 第一要去选择上师 你要确定这个上师是真的 怎么让他真的 他的传承一定是清静的 假如他骗你的话 你不要管 他有他自己的果报 第二个 假如你去接受他灌顶 听好 灌顶分好多种 第一个叫结缘灌顶 第二个叫正式求法灌顶 第三个叫入世灌顶 它是不一样的 举一个例子 就像皈依 你可以看到呢 你可以皈依法师 海英古寺的传依法师 你也可以皈依任何一个 如法如律的比丘跟比丘尼 对不对 可是你皈依 它只是一个介绍而已 让你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三宝 所以你一样灌顶 也是这样 它有叫做谱传的 就我今天灌六支大名之后 我口传给大家 它只是你解你的缘 不是你现在讲的根本上师 很多人对根本上师是什么 他也搞不清楚 听好 根本上师的定义是 他在很多很多善知识里面 直到最后他教你 开悟你的自信 像禅宗一样 你真正在座下 开悟了 他才是你的根本上师 这个是定义不同的 有很多人看到哎呀 人不切我很高兴 你当我的根本上师吧 其实你根本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根本上师 所以不要太狂热 灌顶是正确的 但是你要选择 清净的传承 正确的上师 还有不要乱乱灌顶 灌了以后你又不休 所以呢 我觉得新加坡联友跟台湾一样 对不起 我说了 叫灌顶足的 就到处灌 我出家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我自己接触 险教跟密教 我至少学名 也学了十五年 我也看过很多 十五年他还在灌 灌顶足第一名的 灌得满头包的 法本一堆 他也没有修 所以西藏的仁波切 真正的说 灌得越多 假如你不修的话 你破的三昧也界 都越多 那是不是灌了顶 都一定会剁新刚 阿比地狱呢 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 是指 违反了上师的教授 或是呢 违反了金刚 密称的叫十四根本界 这才会剁金刚地狱的 再多说几句 如果你要学金刚称 也要有大称的基础 尤其了解了道次第 还有什么叫菩提心 六度波罗蜜 这样修学好 你再去遇到好的上师 学金刚称 才会比较稳定 好 最后我多说几句 多说几句好了 多说几句我想到 有人就会说 师父 你在法华经里面 讲要找善知识 那在大称里 要找善知识 那这么多的善知识 我无法判断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方法 真正相信我 或有缘的话 你可以念 三十万遍 或一百万遍 六字大明咒 求大悲观世音菩萨 让你找到 生生世世世 清静的传承 而且跟你有缘的善知识 我再讲一遍 求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也三十万遍 六字大明咒 我一百万遍 六字大明咒 当你的业力灿除的时候 跟你有缘的善知识 它自然就会出现 因为佛菩萨是无我的 它不会把你送错地方 假如你没有灿除你的恶业 你自己到处去找 有时候业力现前了 恶知识 你会误以为善知识 那就要很谨慎 还有真正的善知识 它一定严守 五戒十善 这一点要记得 好